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是一個重點 叫做颱風 台灣的颱風的季節 我們隨便說颱風是七月到九月 所謂的夏秋兩季 我沒有背下來 在有歷史紀錄以來 我的記憶中只有兩個月 沒有任何颱風侵襲台灣的紀錄 也就是說理論上叫做 每一個月都可能有颱風 但是主要都在七八九三個月 叫做我們的颱風的季節 七八九三個月 颱風季節 颱風是一個什麼東西 颱風是一個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來台灣的颱風大部分發源於太平洋這邊 少部分會來自南邊南海那裡 但大部分來自於太平洋那邊 颱風的形成成長需要一些條件 它需要吸收大量的熱還有大量的水 為什麼要大量水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水氣凝結的放熱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所以它需要很多很多的水 明天過後這部電影有螢幕 科學家正在電腦螢幕前面看 三個圓圈圈 有一個人就說這個好像颱風喔 後面他就說可是颱風不會發展在陸地上 為什麼 沒有水 水不夠 學測考過畫一個圖點幾個點點 問你哪邊會有颱風 第一個要熱 緯度要比較低 第二個要在海洋 不可以在陸地 所以要充分的熱量跟水氣 都要用熱量跟水氣 所以它要是熱量 所以要熱帶 要水氣 所以叫海洋 所以它是一個熱帶海洋性低氣 它的行程需要充分的熱跟水 還有一個條件 國中生可以不用管 需要有足夠的可視力 要是漩渦 要轉圈圈 所以原則上次到五度 約約五度以內不會有颱風 因為可視力不夠 有例外 像那一年 兩千塊兩千塊年的時候 美軍經過次到被颱風吹得亂七八糟 怎麼會有 發現在當時的特別的天氣狀況之下 讓它有可以旋轉 然後形成颱風 不過原則上是 次到約略五度以內沒有颱風 但是科視力科視 國中生就不用管 國中不交這個 所以只要記住 它的行程需要充分的熱量跟水氣就可以了 這是分類的標準 我小時候有聽過超級強烈颱風 可是現在你早知道已經找不到 不用管 那好像從莫拉克開始 就有一堆無聊人士 喜歡去找美國CNN的報導 哇 這超級強烈颱風 巴巴巴巴巴之類的 台灣沒有這種 台灣就只分三種 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 跟強烈颱風 最右邊那個風級是普幅 風級表 我們國中沒有交 中心風速最少要八級風 中心風速最少要有八級風 才會 才叫做 還叫做那個 排風 所以 你在那個 今年夏天的時候 或者是夏秋的時候 如果你在看氣象報告 如果看到了這兩個字 如果你看到這兩個字 就可以開始期待 它叫做熱帶性低氣壓 如果它的中心風速達到八級風的話 它就會變成颱風 它就颱風的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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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就是風速 看看就好 你也不用背啦 就是要照八級風就好 然後基本上考試的時候 如果人家畫個圖 然後問颱風 很好認 它的溫星雲圖很容易看得出來 一個螺旋狀 漩渦狀的雲 中間有個洞 那個洞什麼東西啊 颱風眼 所以呢 一看就知道說 噢 這叫做颱風啦 有個逆時鐘 北半球是逆時鐘旋轉的雲 逆時鐘的雲 好 這裡有一個動畫 雙台 兩個颱風 兩個颱風就可能會發生藤原效應 我當初在網路上有寫過 什麼叫藤原效應 藤原效應 兩個颱風 一相互相牽著或什麼之類的 好 看一下颱風呢 這如果人家畫地面天意圖也很好認 同星雲等壓線 同星雲等壓線 所以考試不管是畫溫星雲圖 還是地面天意圖 你都很容易看出來 這裡有一個颱風 螺旋狀的雲啊 同星雲等壓線啊 而且你發現 等壓線越往中心越怎樣 越密 代表什麼意思 風速就越快 風速越快 但是真面的中心反而無風無雨 叫做颱風也 反而是無風無雨 反而是無風無雨 OK 這個颱風的結構 國中不交 你看看就好 但是呢 提醒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個中心點的氣流是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下沉氣流才會晴朗啊 下沉氣流才會晴朗啊 下沉氣流 你知道就可以 你不用管 因為我們國中沒有交 這個明天過後也演過 第一次演的時候 直升機飛飛飛飛 啵啵直升機摔機摔下來 摔下來之後 對他打電話怎麼回事 他說天上有降下來 沉降一個很冷很冷的空氣沉降下來 所以下來之後呢 使那飛機的油箱瞬間就結冰 油箱結冰它就沉下來 所以颱風中心其實是個下沉氣 因為這個下沉氣 你知道就可以了 反正應該也不會有人考這個 好不好這個 OK 颱風的路徑詭譎多變 當然難以預測 難以預測 你如果是氣象局的人 當然就難以預測 當然就難以預測 但是呢 如果 如果你不是氣象局的 其實就還好 其實就還好 因為 如果你上氣象局的網站 如果你上氣象局的網站 好 你會 他會畫一個圖給你 他會告訴你說 他會說 他會畫給你 台灣 有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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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常見路徑 跟你畫了十幾條 說這是 侵襲台灣的 常見的路徑 我們這個死老百姓呢 就 基本上 從太平洋來的 就只有兩條 一條 一條 進大陸 一條 去日本 被誰控制 太平洋高壓 如果太平洋高壓強 高壓波要吹出去 太平洋高壓強 他能不能上去 上不去 又去哪裡 就進大陸 太平洋高壓如果呢 你就往北邊偏 北邊偏 所以呢 今年夏天你可以大致猜一猜 這颱風會往哪邊走 會往北走呢 還是往西走 就受到太平洋高壓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 一真知道他怎麼走 就很麻煩啦 那那個就麻煩 但是 大至少就是兩 就是我們說的 死老百已經有兩條路了 一條去日本 一條進大陸 那受誰的影響 受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這就是颱風的基本上路徑 OK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你有問題嗎